美港天下 欢迎来到美港天下 今天很高兴请到三上 来到我们天下正经的2.0 多谢Dennis,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你来到今天有些很激的话题 我们忍不住要和香港的朋友分享 看来好像你激过我 来吧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期望 很多时候都是在年轻人 我们不喜欢见到年轻人受伤 我们不喜欢见到年轻人受伤害 我们在美国有时候很难 没有办法和大家上街 但是近日看到很多黑警 继续濫暴濫打的年轻人的场面 而且比之前更加厉害 我们觉得是可能 在那时候可能是这样的需要 是的 现在可能可以 其实很多人都说 在这个武肺的情况之下 要保持抗争的热度 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这是真的没有作无谓的牺牲 因为现在又要被打 不只要被感染 最怕就是怕被感染 而且这个疫情是令到中共和港共 已经被抗争的时候更加疯癫了 那么他们呢 其实就是已经在那里推自己 上末路 击击自己 他们 真的 害怕到 要去收买世卫 是的 要他们一定要叫做 COVID-19 是的 我想他们处理疫症的实事 就不去做 就是这个 这个 去 赢了些钱 给些五毛网军来 去攻陷整个互联网 来去 去 放这个方向去化 这个 由美国 日本和韩国 那边出来的 就是把责任 射射去 是吧 是的 是你们 那个源头 中国的罪或病毒源头都毁坏在林尼 自己就不需要负责任 不让人改叫武汉 新冠状病毒等 不让人改变新冠状病毒 但有什么理由 大陆人都知道这些不是外国势力来制造出来的 这些是五毛军的技术 一味造谣 最造谣的是共产党 他们很厉害 除了方说是真的 共产党也没有真话 什么都是假的 所以他们都找了五毛和网军 有时以来 从未试过这么有规模 还有这么有组织的 来说谎 去挤劫所有的网络的 资讯 你可以说一下 在你的官债里 你看到那些五毛网军 现在已经进化到什么地方 我觉得现在已经去到 以前都可以被几分钟和人咬 现在是矮多生死了 根本是咬不下 他们的数量之多 是史无前例的 还有你可以看到 这一批五毛军队的质素比以前更高 他们的户口的串法 那些文笔 还有他们用的字体 都是你不小心一点去看 你以为他们是香港人来的 但是没有理由 蓝丝会说那些毛网是由美国出来的 是的 几百次都不会 大陆人都不会这么说 所以他们现在 怎样可以看到 共产党是面向一个末路呢 就看他们 将一些假的东西 想去搞到好像真 很努力地去做这件事 第一 现在看到这样 还有 还有 不单止他们想 去骗里面的中国人 而且想 骗海外的 没可能的 我觉得他们真是 自欺的人都很重要 真的 所以 我觉得 那些年轻人 真的不用害怕 是的 不用担心 我们以前做了那么多 是 因为他们为什么呢 他们会害怕 以前那么多的牺牲 就是作废 然后 变成了八大牺牲 以前那班 他们所以 很努力地 但是呢 再看看 再看看 世界工厂 中共这个世界工厂 他们现在 已经去到一个 也都是末路 根本没有公开 但是 没错 没错 他们根本 就是 疫症 应该都没搞定 的时候 再继续 继续 叫人民出来生产 继续 应该 应该 应该会再饱多些东西 再 人们都没有 也没有疫苗 是的 又不知道 怎样去 测验 是的 潜伏期都不知道 多久 又不清楚 你就叫人出来开工 接着 你们的工具 做到中国的工具 也不知他们的医疗 对他们的医疗操作 也很有质疑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那种 心急 因为你的工厂 就是心急 没钱 一来 二来 他又想 用这些东西 证明给全世界人看 他们已经脱离了 武漢肺炎的威胁 是的 这个也是其中的原因 因为全世界 都要面对这些东西 是的 所以说 看到这样的情况 根本 就不用陪 攬炒 是的 他已经是在 我们香港人 就应该 手上 由得他自己 自动波 momentum 我们不需要去 糾纏 因为以前 开始的时候 攬炒的意识 为什么会有攬炒 就是因为 香港是共产党的ATM 他们的钱 出出入入 都是经香港的 嗯 香港人在那时候 一群年轻人 在没有 我们 就准备 不要 和共产党的攬炒 没错 你刚才说 那些东西已经在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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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你说 好像一只船 没错 它一只 大船 它呢 一旦 没有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就会沉 那么香港应该在那里 他们很快 的 因为 以前想和他们 往前 对吧 因为不够来 把他们想着去 一起沉 也想着他 同归于尽 但是 现在 就是 好像你说 船船也在沉着,就不要被揽炒 除了我们不要被共产党拉下去之后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挺有趣的 就是以后见到阿sir,就不要跟他正言 见到阿sir,就会吓吓吓吓吓 阿sir,早餐 他批准了,买了水泡车,请了很多人,有得他 放在这里封尘也无所谓,我们不需要用他 阿sir,辛苦了,我们就不要跟他正面冲突 因为香港人现在就要自暴 他要继续抗低我们的感染 继续保持低感染的力度 低感染的力度 低感染的力度 然后跟他斗长命 除了这件事,不要被揽炒 又跟阿sir开始客气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 对呀,其实斗长命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海外的香港人都很想帮香港人 例如上次 毓敏叔来南加州的时候 他带了一批书 我们这里美港天下就有一些少量的验课 如果大家南加州的朋友 或者加州的朋友 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 P.M.Dennis P.M.Dennis 我们就先跟大家介绍 我们有些什么书 对呀,说一说 就是 《我在法庭的字典》 这本是我的最爱 Dennis的最爱是 就是《本土民主反共》 《比仗皮图章更不堪》 《公投制宪香港维身》 哇,这本重手了 叫做《袭击梁振英》 很有分量的 这本呢,让我介绍吧 这个 我们 为人变冤百磅 是第一的天理 所以我们为何 虽然我们会去反共 是吧 虽然我们在美国 是吧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 为人变冤百磅 因为这是天理 你共产党是要必须倒台的 那么呢 除了我们有这些书之外呢 可以 可以帮助一下 比如说香港 很多朋友 对吧 我们海外可以出一份力 对了 那么呢 都可以 欢迎你们和我们联络的 那么呢 其实呢 我这一陣子 有留意这个 渣哥 或者 龙门冰室的那些菜式的 其实有一些东西呢 虽然我没有在香港 但是我也很想尝试的 如果呢 刚才 这些食肆 我只是举例而已 应该还有很多 香港人的食肆 如果可以做一些 例如说 急冬的 辣鱼蛋 或者那些 牛腩汤 可以做这个 即食葱剂的时候呢 可以去外销 海外的超市的 那我们就要选择 美港超市 也好啊 那么 如果有什么 即管呢 就在我们的 Carmen那里 是啊 是啊 我们很期望大家的 sharing 和comment的 那 就 记住 我们要 跟他 斗 长命 拜拜 拜拜